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 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 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最近 创造营第四季和青春 有你第三季都在 非常火热的录制中 而有传闻称 这两档综艺节目 即将在本月下旬 就与大家见面了 这一年 这两档综艺节目 都用了非常多十分优秀的练习声来博得大家的关注 这些练习声里面 有的是网红 有的就是已经参加过别的选秀节目 出道过一次的偶像了 所以这一次的看透还是非常大的 而在最近 关于创造营第四季和青春 有你三练习声的传闻也是非常的多 从前一段时间 还没有参加过这些综艺节目 就已经被曝光出了非常多不好新闻 而退出这一档综艺节目的练习声 再到最近 因为各种各样的新闻 登上微博的练习声们 今年的练习声看来来头都不想样 而在今年的创造营 第四季也是打造出了 想要一个面向于全球发展的亚洲男团 从今年的练习声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增加了非常多国外的练习声 有来自日本的练习声 也有来自韩国的练习声 除此之外 今年的导师团队也是非常强大 邀请到了韩国第一概念女团的成员 FX中的刘亦云Amber 这样的看透 确实让非常多的网友 对于这一档综艺节目 期待值满满 而在最近这一段综艺节目 还没有播出 似乎就已经平静出了 今年创造营第四季的四个门面 看起来这四位练习声的颜值真的是非常的高 期待节目播放的时候 他们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作品吧 而这两年选秀节目 在娱乐圈里面的数量激增 每一年都会有几档选秀节目 与我们见面 这也意味着每年 也有非常多通过这样的形式组成的男团女团 在娱乐圈里面 也与我们见面 很多的网友 对于这一些 选秀节目选秀出来的团体 也产生了一些质疑 这两年国内 在练习声这一方面 似乎在数量上面 确实是非常的强大 但是在质量上面 确实一介不如一介了 从最开始偶像 练习声推出的男子团体 9% 再到火箭少女 101 这两个团体 可以称得上是 这两年国产 非常优秀的两个偶像团体了 再说之后的团体 似乎发展的都不是特别的如意 今年虽然有非常多的网友 对于这两档综艺节目 提出的不同的赛制 产生了非常大的期待 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网友 认为这两年的练习声 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的数量 相比于韩国 每年推出的那些 已经训练了很久的练习声 国内的练习声 仿佛只想要通过几个月的练习时间 在凭借着他们 非常高的颜值 或者是 营造出来的人 设在这一档综艺节目 播放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获得非常多人的关注 而在娱乐圈里面 成功出道这样的方法 对于国内的偶像圈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你怎么看呢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带走啊老板